作为帝国最尊贵的公主 却从来不被重视 不仅从小被虐待 父皇希尔瓦还要把她送去敌国联姻 亚里斯蒂娜对于联姻这件事 没有一点反抗 她坐在马车里 朝着外面比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终于摆脱父皇这个风格 作为父亲 希尔瓦对亚里斯蒂娜没有一点父爱 为了让她觉醒能力 把她关在了燃起大火的房间 甚至在和妹妹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把她悠尽了十年 那段时间 足以让她的心被燃烧殆尽 所以亚里斯蒂娜非常的恨希尔瓦 亚里斯蒂娜低下头沉思着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考虑以后的事情 希尔瓦是个野心很大的人 但有一个国家她一直征服不了 那就是艾鲁哥 艾鲁哥是个被魔兽包围的野蛮之地 在两国战争中 希尔瓦彻底败给了艾鲁哥的国王塔尔坦 于是希尔瓦便决定停战 两国进行和平联姻 但亚里斯蒂娜十分清楚 希尔瓦把自己嫁过去 是想杀了自己把责任推给艾鲁哥 这样就有了再次开战的理由 亚里斯蒂娜忍不住笑了笑 希尔瓦真是给对方送上了一份大礼呢 十分钟后 马车停了下来 亚里斯蒂娜走下马车之后发现 一群贵族小姐正不停议论着她 亚里斯蒂娜并没有在意 而是坐在了桌子前 端起了茶杯 杯里的茶水微微晃动 她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亚里斯蒂娜拥有帝王眼的能力 她可以透过水面之镜看到过去和未来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端着滚烫的热水走了过来 亚里斯蒂娜早已做好准备 在她靠近自己的那一瞬间 马上站起身来 茶壶里的热水直接就倒在了女人的脸上 她的脸马上红了一大片 亚里斯蒂娜洋装无辜 表示自己只是站起来而已啊 是她太不小心了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 这几个贵族千金不停地针对亚里斯蒂娜 还把她带来的衣服全都采脏了 不过亚里斯蒂娜丝毫不在意这些 两个星期后 一行人终于到达了艾鲁哥 艾鲁哥的骑士们看着这华丽的马车都十分无语 都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公主 亚里斯蒂娜缓缓地从马车上走下来 身上穿的竟是一件脏乱不堪的裙子 看起来就是个脏兮兮的小孩 一个红发男人紧紧地皱着眉头 希尔瓦这不就是直白告诉他们 只有这种程度的新娘才适合他们吗 看到骑士团的反应 亚里斯蒂娜很满意 这就是她想要的效果 接着亚里斯蒂娜便走到了红发男人的面前 您就是我的丈夫吗 这个女人是被派去联姻公主 却穿着脏乱不堪的裙子 还把自己的丈夫认错了 就在刚刚 亚里斯蒂娜走到了红发男人面前 男人微微鞠了个躬 亚里斯蒂娜对她很满意 长相帅气声音也不错 以后应该没那么不顺心吧 就是对自己好像过于恭敬了 只听男人缓缓开口 参见公主 我是担任向导的杜兰特 亚里斯蒂娜直接就愣在了原地 她不是自己的丈夫塔尔坦吗 亚里斯蒂娜四处看了开 那自己的丈夫呢 杜兰特表示塔尔坦去打猎了 亚里斯蒂娜叹了口气 妻子都来了还去打猎 这就是不幸婚姻的前兆 亚里斯蒂娜淡淡开口 看来她是个很害羞的人了 听到她的话 骑士团直接震惊 杜兰特汗言 是因为有魔兽出没 亚里斯蒂娜微微一笑表示理解 不过下次请直接跟我说原因吧 希望不要骗我 杜兰特看着她的眼睛出了神 这一双像星星一样闪耀的眼睛 好像能看透别人的内心呢 接着杜兰特便把他们带进了宫 杜兰特看着不远处的马车十分无语 塔尔坦大人因为魔兽 连新娘都没能来迎接 其他的王族怎么就这么闲呢 贵族小姐们看到亚里斯蒂娜 又是一番冷嘲热讽 没想到希尔瓦王国的公主 就连桥洞下的乞丐都不如啊 亚里斯蒂娜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自己国家的人也只会叹息 下一秒侍卫捧着的精美绸缎就被拿走了 侍卫紧张地大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一箱金子都换不来的绸缎 是给爱鲁哥国王的 男人直接就把绸缎 披在了亚里斯蒂娜的身上 所以呢 最珍贵的东西就应该送给我的新娘 杜兰特连忙低下头行李 亚里斯蒂娜还待在原地 接着自己就被抱起来了 他看向抱着自己的男人 一双如宝石般金灿灿的眼睛 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场 原来他就是爱鲁哥的国王 塔尔坦 这个女人是不受宠的公主 被父皇送到了敌国联姻 然而丈夫也直言说不喜欢他 就在刚刚 塔尔坦把亚里斯蒂娜抱回了房间 他说的第一句话 居然是让亚里斯蒂娜别误会 自己并不是喜欢他 只是讨厌兄弟姐妹们捣乱 接着就吩咐侍女给亚里斯蒂娜洗澡 亚里斯蒂娜这才注意到 塔尔坦的衣服上全是血迹 很脏啊 而且我们还是婚前 塔尔坦顿住了 接着微微一笑 洗完澡也不会吃你的 谁会吃你这种脏女人 亚里斯蒂娜有些无语 你真是变态啊 听到她的话 塔尔坦一脸问候 我说的是不会吃掉你啊 亚里斯蒂娜接着开口 对一个一身灰尘脏兮兮的人 你也有这种想法吗 塔尔坦见怎么解释也不清 便表示自己也去洗漱了 塔尔坦十分不明白 如果是养尊处优长大的公主 面对刚刚的情况应该会很陌生吧 但为什么亚里斯蒂娜泰然自若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救她一个人那么脏 在决定政治联姻的时候 塔尔坦从没想过 会是这样的女人和她结婚 另一边 亚里斯蒂娜看着这个大浴缸有些激动 旁边还有三个侍女负责帮她沐浴 这还是亚里斯蒂娜从小到大 第一次受到沐浴是否 亚里斯蒂娜低下了头 这一切都说明了塔尔坦的手段很出色 必须要让她站在自己的这一边 侍女帮完忙就退出去了 就在亚里斯蒂娜独自泡澡的时候 她看到了水面不停地晃动 这是帝王眼发动的征兆 亚里斯蒂娜仔细地盯着看 希望能看到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 水面上出现了塔尔坦的身影 她还是穿着那一身带血的衣服 一个名叫迪尔奈的女人走到了她身边 殿下您在想什么呢 塔尔坦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想 迪尔奈直接把手搭在了塔尔坦的手臂上 她笑着询问 或许殿下是喜欢公主吗 这个女人有着帝王眼的能力 可以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 此时她正看见准丈夫跟其他的女人聊天 塔尔坦微微一笑 喜欢那个女人吗 怎么可能 你应该也很清楚我的心不会扁 亚里斯蒂娜陷入了沉思 政治联姻是没有爱情的 如果迪尔纳是塔尔坦的恋人 也许是件好事 因为还有一张可以跟她谈判的底牌 接着亚里斯蒂娜就吩咐侍女 把自己带到塔尔坦的房间 十分钟后 塔尔坦和迪尔纳正待在一起 亚里斯蒂娜突然就过来了 看到梳妆打扮后美丽的亚里斯蒂娜 迪尔纳愣住了 这真的是刚才那个人吗 连塔尔坦也被惊艳了 亚里斯蒂娜缓缓坐在了沙发上 表示自己要喝茶 迪尔纳有些失神 接着便马上给她倒茶 一旁的塔尔坦吩咐迪尔纳出去 自己有事要跟亚里斯蒂娜说 塔尔坦询问是不是有什么事 亚里斯蒂娜却表示 没事不能一起喝茶吗 毕竟都是马上要成为夫妻的人了 塔尔坦不出声了 于是亚里斯蒂娜便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我们做生意吧 话音刚落 塔尔坦就愣在了原地 对亚里斯蒂娜来说 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有了钱就相当于有了自由 想去哪就去哪 而且自己还有帝王眼 可以了解到很多事情 看到塔尔坦一脸疑惑 亚里斯蒂娜只能解释清楚 因为政治联姻使我们有了关系 所以互帮互助不是应该的吗 就只是做生意而已 塔尔坦点点头 那我要是给了你帮助呢 你能给我什么 亚里斯蒂娜用明亮的大眼睛看着她 你不是对我有所求吗 塔尔坦直接就红了脸 接着马上转过头去 好像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一样 她淡淡开口 你那个拿叉子都吃力的胳膊能做什么 亚里斯蒂娜明白了想要做到谈判桌前 首先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于是她便要求塔尔坦跟自己出去 塔尔坦很疑惑 出去干什么 亚里斯蒂娜认真的回答 在我们该印章之前 要先确认一样东西 又脏又丑的公主遭到了所有人的嫌弃 洗完澡之后直接亮瞎了他们的眼 此时的艾鲁哥宫殿内 皇帝尼夫泰尔很疑惑 希尔瓦公主为什么突然要见自己 正式见面应该是明天下午吧 一旁的二公主叶妮卡开口了 父皇还是见见吧 我也很好奇传说中的公主是什么样子的呢 不是即将要成为我们的家人吗 叶妮卡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 朝父皇撒着娇 尼夫泰尔勾起了嘴角 自己已经知道他们出去接新娘了 意图真是明显到可爱 接着便表示要见一下 叶妮卡开心地搂住了尼夫泰尔的脖子 父皇最好了 然而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叶妮卡的脸直接黑了下来 那个又脏又丑的公主 马上就要出现在父皇面前了 塔尔坦这么着急 难道是想换个结婚对象吗 这样的话 父皇就会更宠爱我了 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愣住了 只见亚里斯蒂娜优雅地行着礼 举手投足之间全是高贵 尼夫泰尔也呆住了 毕竟是被幽禁了十年的公主 本没有太大期待的 没想到却如此惊艳 其实这些都是亚里斯蒂娜根据帝王眼学的 虽然记住是没问题 但还是有点担心身体跟不上 不过现在看来自己表现得很完美 皇帝说起了正事 你提前想见我的理由是什么 亚里斯蒂娜缓缓开口 我这里是因为 话还没说完 门外就传来了吵闹声 我是来见父皇的 你居然说公主也在 那真是太好了 能见到希尔瓦的血统是我的荣幸 听到三皇子马尔塔的话 塔尔坦闭上了双眼不想再看 马尔塔看到了亚里斯蒂娜的模样后 也愣在了原地 这也太美了吧 而大公主帕埃拉和四公主斯塔琳娜 则是紧紧地皱着眉头 眼里全是不敢置信 塔尔坦忍不住瞟向亚里斯蒂娜 这些人是故意来贬低她的吗 东西还没看就发生了突发状况 这该怎么办呢 然而亚里斯蒂娜丝毫不慌 她歪了歪头看向这三人 你们是谁 这群人本想给公主一个下马威 却被公主说得哑口无言 听到亚里斯蒂娜问他们是谁 帕埃拉直接怒了 这次我们就不计较了 不过我们看起来也不像工人吧 希尔瓦的公主连最基本的礼法都不知道吗 塔尔坦冷冷地看着他们 这真是典型的王族语法呀 还不如拿着剑战斗呢 这种嘴脸的人真是看不惯 不过因为塔尔坦 亚里斯蒂娜受到了没必要的屈辱 她也有些不好意思 也许明天再来会更好一点 亚里斯蒂娜却表示 至少要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才是礼貌吧 亚里斯蒂娜淡淡地回答帕埃拉 你们或许是误会了 我并不是在问你们是谁 只是自言自语罢了 因为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们呢 帕埃拉吃了一惊 这都能记清楚吗 明明那么混乱 这时马尔塔谄媚地自我介绍了一番 亚里斯蒂娜马上询问 自己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她 马尔塔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如果承认见过 那他们今天羞辱公主的事情就成了事实 帕埃拉这才明白面前的公主 并不像传闻中那么愚蠢 就连皇帝也对她感兴趣了 帕埃拉担心了起来 如果公主把今天进宫时发生的事情 全都告诉父皇的话 那他们就会非常可笑 斯塔琳娜忍不住开口了 有丈夫了还跟其他男人说话 真是肤浅了你 话还没说完帕埃拉就连忙打断了 似公主还小 请理解一下 亚里斯蒂娜泰然自若地喝着茶 斯塔琳娜外表看起来成熟 内心还是很幼稚啊 不如帕埃拉有眼力减 艾鲁格还没有册封王主 皇后生的大皇子米哈尔和塔尔坦的竞争十分激烈 亚里斯蒂娜想起了上午时斯塔琳娜说的话 嘲笑她是卑贱的血统 她冷漠地说道 四公主是嫡系 却怀疑希尔瓦公主的血统 那我只能当作这是艾鲁格的立场了吧 怕埃拉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并不是艾鲁格的立场 四公主的想法太短浅了 所以没办法区分哪些话不该说 还请公主不要计较 塔尔坦看着他们觉得有些好笑 如果希尔瓦知道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因为和平协议处于岌岌可危的薄冰阶段 而且那些都是皇后派 所以他们才会努力地收拾残局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皇帝会向着哪一方呢 这个女人太厉害了 只用聊聊几句话 就让一国公主屈膝跟她道歉 就在刚刚 亚里斯蒂娜提出了关于立场的问题 帕埃拉连忙解释说 是四公主的想法太短浅了 亚里斯蒂娜其实不打算继续追问立场的事情 却突然发现了尼夫泰尔一直盯着自己看 没想到还是引起皇帝的注意了吗 亚里斯蒂娜仔细地想了想 如果越过了这条线 以后自己在艾鲁哥的生活也会不好过 亚里斯蒂娜露出了一个绝美的笑容 接着便洋装委屈 我到达这里的时候受到了什么样的侮辱 真的是太委屈了 他们说我像乡下的老鼠 不仅怀疑我的血统还侮辱我 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和看到 可在场的各位现在都装作不认识我 怕埃拉大吃一惊 立马就让斯塔琳娜道歉 斯塔琳娜不情不愿地道了歉 脸上全是不服 亚里斯蒂娜却不满意 好像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斯塔琳娜完全没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 还在摆着自己的公主架子 怕埃拉则是露出了一个恐怖的表情 眼睛直直地盯着她 斯塔琳娜只能跪在了地上 认真的跟亚里斯蒂娜道了歉 塔尔坦看向亚里斯蒂娜 发现她正十分开心 塔尔坦不免觉得有趣 仅用几句话就能让一波公主屈膝道歉呢 随即亚里斯蒂娜就走到了斯塔琳娜的面前 她伸出了手 我只是问问有没有什么话说 看公主这么贵坐着我心里很不舒服呢 斯塔琳娜明白自己输了 这波兰不惊的态度 就好像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 对自己也表现出了宽容 还有那冷静的眼神 就好像皇帝一样 一旁的尼夫泰尔也露出了赞赏的表情 亚里斯蒂娜公主不仅大胆还很聪明啊 耶尼卡突然开口了 大家都在这种开心的日子怎么了 对公主说了过分的话 耶尼卡露出了一个郁闷的表情 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 要是让皇女误会我们不喜欢她怎么办呢 亚里斯蒂娜看向耶尼卡 她虽然是爱鲁哥人 但有着小小的身材和白皙的皮肤 还有着酷似她父皇的眼睛 看起来十分机灵啊 耶尼卡缓缓走到了亚里斯蒂娜的面前 朝她露出了一个意味不明的微笑 耶尼卡可以称呼公主为姐姐吗 这个女人真是两面派 表面说着要当好姐妹 背地里却讨厌极了对方 听到耶尼卡说要叫自己姐姐 亚里斯蒂娜不由地想起了那个孩子 她也会甜甜地喊自己姐姐 于是亚里斯蒂娜点点头 表示当然可以 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妹妹一样 耶尼卡开心地露出了一个笑容 我真是太开心了 姐姐居然说我像希尔瓦的第一美人二公主 亚里斯蒂娜淡淡一笑 那真是个漂亮的孩子啊 无论是在小时候亲眼看到时 还是幽静后从帝王眼看到时 甚至让自己被幽静的时候都很可爱 耶尼卡挤到了亚里斯蒂娜的身边 她深知亚里斯蒂娜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而且艾鲁哥人身材都很高大 而可爱又漂亮的自己 亚里斯蒂娜肯定会更喜欢自己吧 于是她开口说道 如果在宫里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耶尼卡都会帮你的 亚里斯蒂娜笑了笑 那真是太感谢了 紧接着她就捂住了嘴 现在说话是不是太随意了 我们可以随一点吧 耶尼卡内心虽然很想说不要 但嘴上还是委婉地表示 自己只是比较认声 亚里斯蒂娜的表情落寞了下来 是我弄错了吗 本来以为可以当好姐妹的 耶尼卡连忙摆摆手 不是这样的 那我也对姐姐随一点吧 亚里斯蒂娜马上接话 我妹妹一直都是对我说敬语 从来没说过平语呢 耶尼卡直接吃饼 有气都发不出来 亚里斯蒂娜望向一旁放着的果冻 耶尼卡注意到了她的眼神 心里忍不住嘲讽起来 看来希尔瓦人第一次见这种食物啊 她应该不知道吧 父皇每次都会把果冻让给我 所以耶尼卡笑着询问道 这是我最喜欢的果冻呢 父皇也像往常一样 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亚里斯蒂娜插起一块果冻 就要往尼夫泰尔的嘴巴送去 大家看到这一幕都十分惊讶 尼夫泰尔也愣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亚里斯蒂娜淡淡开口 父皇殿下张嘴巴 耶尼卡抓狂了 这个女人居然喊父皇 塔尔坦笑了笑 不是说好的成为一家人吗 喊父皇有什么奇怪呢 亚里斯蒂娜还在继续说着 如果让陛下感到不舒服 吃下了果冻 在场的人都实话了 那个冷静又严格的陛下 居然会有这种样子 尼夫泰尔吃完果冻后 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耶尼卡却气得抓紧了双手 怒气值已经达到了巅峰 难道公主也知道父皇的秘密吗 一向冷血又严格的皇帝 居然顺从地吃下了 敌国公主喂的果冻 这是什么情况 看到尼夫泰尔吃下了果冻 大家惊得张大了嘴 亚里斯蒂娜还在不停地喂着 他淡淡询问好不好吃 尼夫泰尔点点头表示好吃 塔尔坦只觉得父皇是疯了吧 威严和体统都去哪了 亚里斯蒂娜看着手中的果冻 忍不住回想起了之前 他曾见过妹妹给皇帝喂果冻的样子 自己也偷偷地练习过 因为想听到父皇的夸赞 但是在意识到 那个人想要的只是帝王眼之后 自己就放弃了期待 一阵碎裂声打断了亚里斯蒂娜的思绪 原来是耶尼卡的茶杯倒了 耶尼卡大声责怪侍女 还不快来收拾 这种茶杯不检查就拿来了吗 帕埃拉感到很疑惑 一向注重形象管理的耶尼卡 这是怎么了 亚里斯蒂娜只是出了一下神 叉子上的果冻就掉到了盘子里 这种滑溜溜的果冻真是不好操作呀 更别说尼夫泰尔了 皇帝有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秘密 他的右手受伤了 虽然不危及生命 但可能会造成国民不安 所以一直装作若无其事地隐藏着 像果冻那样难插起的食物 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所以一直克制自己不能吃 知道这个事情的只有耶尼卡和主治医师 所以耶尼卡才会每次都要求 尼夫泰尔把果冻给他吃 这就造成了在大家眼中 最宠爱的公主是耶尼卡 亚里斯蒂娜觉得耶尼卡确实很聪明 但是想守住秘密 直接喂不就好了 尼夫泰尔温柔地看着亚里斯蒂娜 蒂娜 我很满意这门婚事 你给了我快乐 我也应该回报你 有什么想要的吗 亚里斯蒂娜呆住了 被允许叫父皇 还被叫了爱称 这就好像真的是自己父皇一样了 紧接着亚里斯蒂娜就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想要的是 爱鲁哥洗刷野蛮之国的污名 话音刚落 大家全都愣住了 亚里斯蒂娜看向塔尔坦 露出了一个淡淡的微笑 我早就说过了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因为我是不用看合同条款就能盖章的 从敌国远嫁而来的公主 第一面就遭到了准丈夫的嫌弃 原来是丈夫早已心有所属 此时的两人从皇帝的书房出来后 塔尔坦突然表示想跟他谈一谈 亚里斯蒂娜刚想说自己没空 但拗不过塔尔坦 还是来到了凉亭里 塔尔坦直接说起了正事 你对我确实很有帮助 看我的兄弟姐妹扮演小丑 还挺有趣的 接着塔尔坦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亚里斯蒂娜有些不满 你是没看到我的手段吗 甚至都没听到陛下问想要什么吗 塔尔坦有些无奈 父皇的关心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亚里斯蒂娜气鼓鼓地别过头 那么把毫无帮助的我叫过来的理由是什么 塔尔坦犹犹豫豫地开口 我以为你在哭 亚里斯蒂娜十分疑惑 自己为什么会哭 塔尔坦有些尴尬 你刚来的时候他们这么对你 作为希尔瓦的公主 应该很不习惯吧 亚里斯蒂娜却表示自己很熟悉 难道她不知道自己被幽禁了吗 塔尔坦脸直接红了 亚里斯蒂娜也觉得很奇怪 其他皇族都知道的事情 怎么她不知道呢 亚里斯蒂娜回想起了帝王眼中看到的景象 看来塔尔坦不是因为自己脏才不满意啊 而是早就有了心上人 亚里斯蒂娜直接开门见山 你想要的是战争吗 因为希尔瓦正在准备战争 就连自己的嫁妆之间 也有着致命的毒药 是用来暗杀塔尔坦的 另一边 希尔瓦的侍女们正在宫殿里 红发女人觉得塔尔坦实在是太帅气了 亚里斯蒂娜根本就配不上 如果是自己的话就好了 几人都在幻想着未来 身为侍女的自己迷住别族王子的故事 就在他们沉浸在幻想之时 一个侍卫急匆匆走了过来 不好了 公主去见艾鲁哥国王啊 红发女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了一惊 她咬紧了牙关 那个像傻子一样的公主 竟然到现在都还分不清重点啊 这个女人是被送往敌国联姻的公主 然而她却不懈讨好准丈夫 只想着做生意 就在刚刚 亚里斯蒂娜询问塔尔坦 想不想发起战争 塔尔坦沉默了一会才回答 也许有人想要战争吧 但不是我 为什么会问这个 亚里斯蒂娜仰起嘴角 想要发起战争很简单 那就是杀死我 塔尔坦顿住了 也不止这个方法 亚里斯蒂娜接着开口 我可以成为密探 把重要的机密交给希尔瓦 或者我趁你疏忽的时候暗杀你 不过我对希尔瓦并没有好感 所以没必要做那种事 塔尔坦明白了 你用脏兮兮的样子过来 也不是你本意吧 亚里斯蒂娜表示没错 反正自己被幽禁的事情 一查就知道了 还不如自己先说 她认真地看向塔尔坦 我不想死 而且你也不想发起战争 艾鲁哥的继承人 是你想要的吗 希望我的帮助可以让我们双赢 亚里斯蒂娜笑得更灿烂了 这就是全部 为了我的安全而努力吧 塔尔坦感到头很疼 亚里斯蒂娜到底受到了 什么样的对待呢 虽然受到侮辱 但一想到她那过于平静的表情 就让自己很烦躁 说了太多话 亚里斯蒂娜感到十分口渴 希望今天自己说那么多 不会让对方觉得烦躁吧 她明显地感觉到 塔尔坦比之前更柔和 亚里斯蒂娜温柔地看着塔尔坦 为了彼此的安全 让我们互相帮助吧 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达成了一致 接着塔尔坦便询问亚里斯蒂娜 除了这个你没别的想要东西吗 亚里斯蒂娜眼睛亮起了光 我有个很好的生意项目 塔尔坦将住了 又是生意吗 亚里斯蒂娜连忙表示 自己并不是生意吗 就在这时 希尔瓦的侍卫过来了 他愤怒地开口 你到底乱跑去哪里了 到了艾鲁哥就要好好表现了 侍卫怒气冲冲地 想教训一顿亚里斯蒂娜 一旁的塔尔坦 搂住亚里斯蒂娜的肩膀 是我听错了吗 你敢这样对他说话 侍卫有些慌了 这是希尔瓦内部的事情 塔尔坦殿下就别费心了 接着就一直朝亚里斯蒂娜 使眼色 让他阻止塔尔坦 然而亚里斯蒂娜却装作没看见 塔尔坦脸色黑了下来 不用费心吗 这可是关于我新娘的事情了 这是我见过最放肆的侍卫 居然敢对公主大呼小叫 被公主的准丈夫狠狠叫训了一顿 就在刚刚 侍卫冲着亚里斯蒂娜大发脾气 塔尔坦直接黑了脸 你这种会向主人露齿的狗 我不需要 侍卫害怕地一直发抖 接着塔尔坦毫不留情地踢了他一脚 侍卫直接飞出了十米远 塔尔坦把脚踩在了侍卫的脸上 侍卫不服气地叫着 我是希尔瓦的骑士 我要正式抗议这件事 塔尔坦十分不屑 我新娘的狗 还是交给主人处理吧 公主你想怎么做呢 侍卫大声喊着 公主你干嘛呢 快让他把脚拿开啊 亚里斯蒂娜想起了路上的事情 这些骑士们总是对他出言不逊 还偷看他换衣服 现在知道让自己帮忙了吗 亚里斯蒂娜挽住了塔尔坦的手臂 露出了一个绝美的微笑 侍卫以为他要救自己了 连忙抬起了头 然而亚里斯蒂娜并不是这个意思 夫妻是一心同体的 所以先踩一踩吧 塔尔坦也笑了 那就按照我新娘的意愿来吧 接着就抬起脚狠狠地踩了上去 皇宫里传来了一声声的惨叫 侍卫倒在了地上 亚里斯蒂娜看着塔尔坦强壮的手臂 心里有些羡慕 只用了一招就把骑士给打趴了呀 回到房间之后 亚里斯蒂娜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下来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 是真的在欢迎她的感觉 比之前在希尔瓦好太多了 虽然大家都说她去爱鲁哥是送死 但亚里斯蒂娜觉得 能来这里联姻真的是太好了 就在这时 希尔瓦的几个侍女也过来了 之前烫伤脸的那个侍女出生了 为什么叫了你几次也不会话 其他两个侍女小红和小黄 趴在门上仔细观察着 看到爱鲁哥的人全都走了后 接着就走到了亚里斯蒂娜的面前 他们三个人团团围住了亚里斯蒂娜 脸色十分的阴沉 你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仔细看 这几个侍女竟敢将公主团团围住 还问公主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亚里斯蒂娜淡淡开口 你们能听懂狗叫什么吗 接着就开始嘲讽起来 看来公主能听懂吧 因为没人理你 所以才会和狗说话吗 亚里斯蒂娜笑了 你们连狗都不如 三人听到这话十分震惊 小红愤怒地大叫 你在说什么 亚里斯蒂娜坐在了沙发上 刚开始还以为是狗叫呢 但听久了发现连狗都不如 公主的侍女都是从贵族千金里面挑选出来的 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陪皇室说话 和普通的侍女不一样 而面前这几个人 就是无足轻重的千金 整天为了那点利益争来争取 小红朝着亚里斯蒂娜大喊 你是忘了皇帝陛下的话吗 要是知道你这种态度会怎么样呢 亚里斯蒂娜敷衍地点了点头 表示她说的都对 小红紧咬着牙关 这个女人每次都是这样 受到侮辱和指责也当没发生 就算把裙子全都踩脏 把沙子掺在饭里 她也不会生气 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自己才来到了艾鲁哥 但如果家族还有很多钱的话 小红咬紧了牙关 别忘了自己的本分 亚里斯蒂娜有些疑惑 我的本分吗 小红露出了一个嘲讽的笑容 忘了吗 死不就是你的职责吗 一旁的两个侍女愣住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亚里斯蒂娜严肃了起来 身上散发出了强大的气场 这里是艾鲁哥 并不是希尔瓦 话音刚落 气氛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被亚里斯蒂娜震慑住 反应过来的小黄叫道 就是因为这个才趾高气扬吗 就算这里是艾鲁哥 亚里斯蒂娜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你们确实是连狗都不如 连以后该怎么处事都看不出的人 亚里斯蒂娜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不听话的野兽一般都是什么样子来着 是会变成猎物 还是被捕食者吃掉了 小黄表示自己会把这些事 汇报给希尔瓦皇帝 到时候他就等着看吧 亚里斯蒂娜冷漠地看着他们 真是傻呀 小红低下了头 他们彻底被戴着面具的公主给气瓶 他缓缓走到了亚里斯蒂娜的面前 面色沉重好像在做什么重大决定 接着小红就跪在了地上 学了几声狗叫 小红十分清楚地明白 如果在艾鲁哥被公主抛弃的话 自己肯定会死掉 所以为了活命 只能放下尊严学狗叫 这个侍女是疯了吧 上一秒还对公主大呼小叫 下一秒就跪在地上学起了狗叫 看到小红跪在地上学狗叫 其他两个侍女都很惊讶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小红是最聪明的 知道自己活下去的最好方法就是顺从 亚里斯蒂娜突然开口 我希望你能变成一条猎犬 而不是普通的小狗 小红的表情邪恶了起来 是啊 对自己的脾气来说 这比撒娇更好 如果把猎物全都抓住了 那么剩下的猎物就只有一个了 亚里斯蒂娜笑咪咪说道 虽然很想看看你的狩猎技巧 但是现在再来一次吧 于是小红只能善笑着学起了狗叫 另一边 塔尔坦正在练武场不停练习着 虽然她的母亲是平宁 但她从不认为自己血统是卑贱的 不过父皇明确的意图是 与血脉中流淌着黄金的西尔瓦皇室结婚 来抵消她的政治弱点 继承斗争只会越来越激烈 这时杜兰特过来了 战士们都到齐了 去会场吧 到达会场后 手下们就开始报告 突然有人提到了关于西尔瓦的问题 手下们马上就开始好奇了 话说西尔瓦公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杜兰特那小子什么也不肯说 杜兰特连忙开口 公主以后要成为主君的新娘 你们小心说话 几个人吵吵嚷嚷的 觉得公主来这里是另有目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西尔瓦的人 塔尔坦听不下去了 扎卡伦 为什么没有报告公主被幽禁的事情呢 扎卡伦支支吾吾的开口 之前有拿过报告找您 但是主君说那是个很好的萤火 所以就烧掉了 扎卡伦委屈了起来 您还说我在浪费您的时间 就把我也烧掉 塔尔坦无奈了 仔细想了想确实是这样 接着他便吩咐手下 以后关于公主的事情 必须全都向他报告 这下大家都愣住了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主君是对公主很满意吗 这个男人对联姻而来的公主十分嫌弃 现在却要知道他的全部消息 听到这番话 手下们都很惊讶 难道主君是喜欢上公主了吗 塔尔坦有些甘大的解释 因为他是帝国结束战争最重要的钥匙 了解情报也没什么坏处吧 接着便转移话题 询问穆卡丽将军去哪里了 手下表示是去支援前线了 接着塔尔坦便严肃了起来 手下们以为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便也全都仔细地听着 然而塔尔坦一开口把大家都吓了一条 邀请几个擅长制作甜品的厨师吧 画面一转 亚里斯蒂娜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 她从来没睡得这么舒服过 穿着干净的衣服 被子也非常的软 就在她拍打着被子时 突然看到了一旁的塔尔坦 亚里斯蒂娜直接懵了 刚刚自己也太丢人了吧 不过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塔尔坦笑了笑 丈夫来妻子的房间还需要理由吗 亚里斯蒂娜表示他们还是婚前 不过为什么塔尔坦会这么悠闲 居然不叫醒自己 自己倒是想叫醒啊 但她丝毫没有醒来的意思 塔尔坦很早的时候就到了亚里斯蒂娜的房间 她一直在门口等待着 侍女禀报说公主还在睡觉 塔尔坦这才想起来公主长途跋涉过来 今天是要好好休息一番 所以她就去了练武场 监督战士们训练 训练完之后还开了一个会 把公事处理完 然而她再次来到亚里斯蒂娜房间时 发现还没醒 塔尔坦震惊了 没想到人可以睡到这个时间 但同时她也有些担心 这些侍女们从一开始态度就不好 而且还殷勤地邀请她一起喝茶 塔尔坦马上就想到了不好的事 会不会是公主被她们欺负了 于是塔尔坦顾不了那么多 直接开门就进去了 却发现亚里斯蒂娜真的还在睡觉 塔尔坦拉回思绪看着面前的人 连忍不住有些微红 亚里斯蒂娜自恋了起来 是我睡觉时太像天使了 所以你不忍心叫醒我吗 亚里斯蒂娜还想调侃几句 塔尔坦直接拿出了一个文件袋 然后若无其事地喝着茶 亚里斯蒂娜缓缓打开了文件袋 只看了一眼 她就愣在了原地 这个男人本来还嫌弃自己的未婚妻 经过一天相处就被迷倒了 就在刚刚 塔尔坦递给了亚里斯蒂娜一份文件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今天点赞是玉兔月亮哦 在评论打出四个爱心或中秋快乐 还会有小惊喜 还等什么快去试试吧 亚里斯蒂娜打开一看 居然是使节团的贵族名单 这对敌国公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情报 原来塔尔坦这么相信她呀 那自己也不能辜负她的期望 亚里斯蒂娜表示他们不能提前去 因为自己需要时间 她要准备一些东西 夜晚 亚里斯蒂娜和塔尔坦一起到达了晚会 塔尔坦开口说道 虽然立场一致 但对希尔瓦的问候 应该由你一个人做 亚里斯蒂娜点点头 让她放心 两人一进场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原来这就是希尔瓦的公主 真是高贵优雅呀 和传闻中一点也不一样了 亚里斯蒂娜缓缓地朝尼夫泰尔行问 尼夫泰尔也表示爱鲁哥对她十分欢迎 旁边的皇后开口了 来的路上不是很累吗 听说没用传送阵而是马车呢 看着面前的皇后 亚里斯蒂娜想起了塔尔坦对自己的说的话 在塔尔坦很小的时候 皇后就派人去暗杀过她 因为没成功 所以把她赶到了魔物平原的前线 亚里斯蒂娜有些不忍 十岁的孩子就上前线 明摆着就是想让她去送死 皇后是个为了让儿子米哈尔登上皇位 能不准手段的人 亚里斯蒂娜明白皇后是表面关心她 其实这番话的真正含义 是在说她是个连传送阵都不配使用的贱人 不过这些对亚里斯蒂娜来说 是行不通的 她微微一笑 这是为了制止因战争而流血的旅程 我怎么会觉得辛苦呢 皇后听懂了她的话中话 但是不能直接发作 亚里斯蒂娜还在说着 作为公主我想亲眼确认一下 能目睹到百姓的生活 就算身心疲惫也没关系 皇后使劲地抓着椅子扶手 控制着自己的怒气 宾客们听到亚里斯蒂娜这番话 都夸赞着她十分善良 一旁的皇后父亲斯基埃拉出生了 我也被公主感动了呢 公主是多么地想讨好我们 所以才会穿着爱鲁哥的服饰来啊 大家全都看向了亚里斯蒂娜 亚里斯蒂娜身上穿的礼服 打劫的方法确实是爱鲁哥的 亚里斯蒂娜也知道这样不好 但她的礼服全都被侍女们踩脏了 不得已只能这样 斯基埃拉还在嘲讽着 希尔瓦不仅送来了贡敌 还送来了美丽的公主呢 不过公主的眼光真是卓越啊 听着这些话 亚里斯蒂娜低下了头 这已经越线了吧 身为大国公主 却在宴会上被敌国公爵嘲讽 她可忍不下这口气 此时的宾客贵族们都嘲笑了起来 怎么送的是个被幽禁的公主啊 来的应该是帝国宝石的二公主才对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今天点赞是玉兔月亮哦 在评论打出四个爱心或中秋快乐 还会有小惊喜 还等什么快去试试吧 亚里斯蒂娜站在原地 听着他们的冷嘲热乎 接着便缓缓开口 真是好奇怪啊 本公主来这里是为了两国和平 可您却说了使和平意义褪色的言论了 亚里斯蒂娜笑了笑 听起来就好像 你们想要发起战争一样了 斯基埃拉脸色铁青 公主这话说得太过分了 对于刚刚才签署的和平协议 我们怎么会 亚里斯蒂娜打断了她的话 当然 完全没有那样的意图吧 斯基埃拉咳了咳 公主能理解真是万幸了 然而亚里斯蒂娜还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斯基埃拉慌了 亚里斯蒂娜接着说道 正如您所说 这件是爱鲁哥的衣服 斯基埃拉点点头 是的 很适合您呢 亚里斯蒂娜叹了口气 真是我高估了您呢 斯基埃拉怒了 一个公主居然敢这么嘲讽她 她大声喊道 那件衣服算什么 这是怕埃拉开口了 是希尔瓦的绸缎 仔细一看就知道了 亚里斯蒂娜表示回答正确 这便是以国家名字命名的珍贵绸缎 是在皇宫也没有吉匹的最高吉匹 斯基埃拉尴尬到无地自容 这是非常适合象征两国和平的服装啊 亚里斯蒂娜维持着得体的微笑 虽然她从希尔瓦带来的衣服已经脏了 但还好在宴会前 急忙拜托了塔尔坦 感知出了这身简单的礼服 亚里斯蒂娜有些不好意思地对尼夫泰尔开口 这批绸缎原本是要献给陛下的 不过我可以收结婚礼物吗 尼夫泰尔爽朗地笑出了声 当然可以 这很适合你也很有意义 接着就表示他们可以入座 然而侍女却表示位置已经满了 尼夫泰尔不悦地看向皇后 皇后洋装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是侍女长失误了 不过没有两个人的位置该怎么办呢 随即皇后伸手指了指 正好那边有空位 皇后所指的位置位于最末端 是宫人们候场的地方 亚里斯蒂娜看着座位十分的无语 皇后还在说道 一个位置而已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过等她看到亚里斯蒂娜的表情时 整个人都僵住了 为什么她被分配去了墨西 反而还很高兴啊 她是帝国最尊贵的公主 被送去了帝国联姻 还被皇后安排在宴会的墨西 然而她却十分开心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 今天点赞是爱的抱抱吧 而且在评论打出三朵玫瑰或者笔心 会有小惊喜哦 不信你试试 皇后很惊讶 难道亚里斯蒂娜事先就已经知道了吗 就连塔尔坛也感觉很不安 从她的直觉来说 亚里斯蒂娜做出这种表情是很危险的 塔尔坛抓住了亚里斯蒂娜的手 宴会还没开始 看来皇后就已经喝醉了呀 不然怎么会让公主坐在墨西呢 公主本身就是和平的象征啊 塔尔坛扬起嘴角 难道除了喝醉以外 还出了其他问题吗 皇后有些尴尬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但也不能像惩罚公主一样放任不管 只能找一个空的位置 塔尔坛黑着脸表示 那就腾出一个位置啊 给我让开 几个公主皇子都瑟瑟发抖 马尔坛连忙开口 为了和平和美丽的公主 我当然得让出自己的位置 塔尔坛刚想让亚里斯蒂娜到位置上 亚里斯蒂娜却拒绝了 他们是夫妻 自然是要一起的 他静止就走到了耶尼卡的面前 耶尼卡很惊讶 亚里斯蒂娜笑着开口 你说过我们结婚你很高兴对吧 耶尼卡愣住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亚里斯蒂娜接着说道 难道你不喜欢吗 他冷漠地看着耶尼卡 眼中充满了杀气 耶尼卡已经不敢跟他对手 尼夫泰尔突然开口了 耶尼卡腿疼 还是让他坐在位置上吧 耶尼卡看到了救星 连忙表示自己很想让位 但是不太方便 看到这一幕 皇后也松了一口气 然而尼夫泰尔并不是向着耶尼卡 不过夫妻确实在一起比较好 弄个位置就可以了 侍女连忙答应 但是位置要放在哪里呢 尼夫泰尔笑了笑 不用特别麻烦 放在我的旁边就可以了 话音刚落 司机埃拉连忙阻止 那是皇太子和太子妃的位置 公爵说的没错 皇室要有法度和秩序 尼夫泰尔冷漠地看着他 只是座位而已 没办法呀 谁让在安排座位上出现了失误呢 皇后脸色阴沉 却也找不到任何话来辩驳 宴会的所有人都沸腾了 现在的局势有可能会改变 从不愿意踏入社交界的塔尔坦 也为了未婚妻站出来了 而且还看到了皇后被挤兑的场面 这一切全都是以公主为中心 这最不受宠的公主 被送往帝国联姻 却无人敢冒犯她 两人落座之后 塔尔坦忍不住问了个问题 刚才皇后让你去莫习的时候 你看的是哪个男人 亚里斯蒂娜愣住了 她怎么注意到了这个 接着亚里斯蒂娜表示没看谁 这是商业机密 塔尔坦也不好再追问 算了 只要不惹祸就行了 亚里斯蒂娜松了口气 还好没有继续问了 她再次看向那个男人 只见那个男人正安静地站在人群中 那是亚里斯蒂娜在帝王眼中看到的男人 一个月前 在亚里斯蒂娜去艾鲁哥的路上 她去打水的时候 帝王眼突然发动了 这个男人对亚里斯蒂娜表着白 表示自己会一直追随她 亚里斯蒂娜也开心地答应了她 男人很惊讶 还想再说些什么 亚里斯蒂娜用手堵住了她的嘴 你的心意我都知道 你会成为最棒的铁匠 亚里斯蒂娜拉回了思绪 帝王眼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到中间的时候还以为在拍婚外情呢 不过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碰到 铁匠应该是自己做生意需要的人才 虽然亚里斯蒂娜很想上去搭话 但是今天已经闹事了 所以剩下的时间还是安静点吧 用餐的时候 亚里斯蒂娜注意到了男人的手 这个时候是完好的 但在帝王眼里 男人的大拇指少了一截 亚里斯蒂娜不知道 未来自己和她是怎么认识的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她说那种话 但如果她还没受伤的话 亚里斯蒂娜想阻止她 毕竟对铁匠来说手受伤是致命的 亚里斯蒂娜决定好了 等宴会结束之后 她要马上调查那个男人的身份 吃着桌上美味的食物 亚里斯蒂娜觉得自己好幸福 在希尔瓦过的生活 和在这里过的生活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这时塔尔坦把自己的果冻 递给了亚里斯蒂娜 我不喜欢吃这个 你吃了吧 亚里斯蒂娜脸有些微红 虽然你是个有点腼腆的变态 但我觉得你真是个不错的搭档 这些人真是两面派 上一秒还在对公主冷嘲热讽 下一秒就想去跟公主搭话 看着亚里斯蒂娜和塔尔坦聊的火热 贵族千金都十分好奇 还打算一会要去跟公主说话 一旁的迪尔奈流着眼泪跑开了 怎么大家对她的态度都变了呀 就在这时 她撞到了一个男人 男人开口询问道 你怎么哭了 难道是塔尔坦殿下发生了什么事吗 迪尔内顿住了 她脑海里浮现出了两个人热聊的身影 眼泪又忍不住滑落了下来 这只是我太担心塔尔坦大人才说的 婚礼在即的公主好像对其他男人感兴趣 男人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脸上的疤痕也变得渴不起来 能找到一个铁匠 和艾鲁哥的冶金树合二为一的话 这肯定是一笔大生意 这样父皇的夙愿也能实现 洗刷掉艾鲁哥野蛮治国的污名 这时侍女过来了 公主大人 这次的婚纱会像宴会是一样 用希尔瓦的绸缎和艾鲁哥的样式制作 接着还拿出了试案 让亚里斯蒂娜好好选选 亚里斯蒂娜表示自己并不懂这些 他们觉得好看就可以了 希尔瓦来的侍女小成不开心了 不管怎么说 以艾鲁哥的水平 说那是和平的象征什么的 是不是有点过了 话音刚落 小红就生气的吼道 你竟敢侮辱公主大人的公寂 你还是她的侍女吗 接着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又是扯头发又是大骂的 亚里斯蒂娜的心情很不错 侍女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欺负人了 这里的食物也好吃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两个侍女眼睛放着光 你有什么意见请说出来 我们一定会实现的 亚里斯蒂娜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我想要一张松软的床 躺下的话心情会很好 然而侍女却想歪了 没想到公主大人比想象中的还要 果然还是公主最聪明 亚里斯蒂娜一脸一问 他们是在说什么呀 侍女们黑黑一笑退了出去 与此同时 塔尔坦已经到了门口 还听到了这一切 这两个侍女平时最喜欢联合欺负公主 如今却反目成仇 在大街上撕打起来 小红和小橙还在打着架 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他们俩回头一看 发现男人脸上有着猙獰的疤痕 还用恶狠狠的眼神盯着他们看 两人马上就慌了 男人冷漠地开口 转告你们公主 穆卡丽将军想要拜访他 小橙和小红如同五雷轰顶 穆卡丽是塔尔坦王子的亲信之一 在战场上如同恶魔一般 两人颤抖着给穆卡丽带路 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找公主 而穆卡丽则是十分不屑 胆小的希尔瓦人 能成为这些人的主人 已经知道是什么样了 迪尔那不是会乱说话的人 他的哥哥赞特也是个忠诚的战士 为了我们牺牲生命 他死之前曾拜托过自己 要好好照顾他的妹妹 穆卡丽回想起了 昨晚迪尔那哭泣的样子 如果公主真的对别人感兴趣 塔尔坦殿下就太可怜了 穆卡丽握紧了拳头 接着往旁边狠狠一砸 这可把两个侍女吓坏了 穆卡丽紧咬着牙关 迪尔那笔公主刹那了 希尔瓦的公主 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查出真相的 另一边 亚里斯蒂娜邀请塔尔坦进来做 他非常喜欢塔尔坦过来 因为这样自己就会有很多甜点吃了 其实亚里斯蒂娜早就做好了打算 只要把塔尔坦推上皇位 然后摆脱希尔瓦皇帝的暗杀威胁 自己做点小生意足够下半辈子开心活着了 塔尔坦有些甘大的开口 我们不是说要成为生意上的夫妻关系吗 我听见你跟侍女说的话了 亚里斯蒂娜并没觉得有什么 听到了呀 我喜欢柔软的床 塔尔坦顿住了 又强调了一遍吗 亚里斯蒂娜微笑着看向塔尔坦 你现在知道了吧 塔尔坦只觉得自己心跳得很快 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我是不会和你那样的 接着就急匆匆转身离开了 亚里斯蒂娜一脸疑惑 什么叫做不会那样啊 今天的大家都很奇怪啊 就在这时 两个侍女跑回来了 出大事了公主大人 穆卡丽将军求见 常年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此时却要求见敌国的公主 这是怎么回事 听到侍女说穆卡丽将军求见 亚里斯蒂娜丝毫不在意 还在开心地吃着甜品 两个侍女都要急死了 她非常无理地让我们带她过来 公主大人你快把她赶出去吧 亚里斯蒂娜表示自己不知道穆卡丽是谁 侍女只好给她解释了一番 亚里斯蒂娜听完后点点头 那就见见吧 穆卡丽进来后 两个侍女都十分紧张地站在身后 穆卡丽冷漠地自我介绍起来 我是塔尔坦殿下麾下的将军穆卡丽 看着面前娇小的亚里斯蒂娜 穆卡丽十分不屑 希尔瓦的人真是小啊 马上就会被吓得大叫起来了吧 穆卡丽气势汹汹 公主居然敢在塔尔坦的眼皮子底下 对其他男人感兴趣 自己一定要好好地警告她 然而亚里斯蒂娜却露出了笑容 欢迎光临 不愧是塔尔坦的人呢 这波操作给穆卡丽整懵了 怎么感觉真的在欢迎自己一样 是故意这样的吗 不过穆卡丽很疑惑 看到自己脸上的伤疤 也没有一点动容和疑惑吗 穆卡丽冷漠地说起了正事 听说你在调查一个男人 亚里斯蒂娜大方地承认了 还邀请穆卡丽先坐下来 亚里斯蒂娜虽然没告诉塔尔坦 自己为什么对那个男人感兴趣 毕竟这是商业机密 但要调查他也需要塔尔坦的合作 不过宴会结束之后 塔尔坦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亚里斯蒂娜去问了侍女们也一无所获 不过现在她的手下出现了 亚里斯蒂娜以为是塔尔坦特意派过来的 还觉得塔尔坦很害羞 穆卡丽坐在桌子前 感觉氛围很不对 自己为什么好像在跟这个拇指公主 温馨地喝着下午茶呀 亚里斯蒂娜笑了笑 你想帮我找男人吗 穆卡丽傲娇地说了两个字 尼奥 亚里斯蒂娜懵了 尼奥是什么回答呀 这个将军气势汹汹本想教训公主 却变成了和公主喝下午茶 还要帮她找男人 就在刚刚 穆卡丽不自觉地说出了尼奥的名字 但亚里斯蒂娜并没有听明白 她询问这是什么意思 穆卡丽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完全陷入了公主的节奏中 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帮公主找男人啊 亚里斯蒂娜还在看着她 所以你是要帮忙还是不帮忙呢 穆卡丽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自己好像和那些因公主到来的侍女们 并没有什么区别 公主是以为我们爱鲁哥的人都会听她话吗 穆卡丽生气地一拍桌子大叫起来 我要让你清醒地面对现实 把接下来的话全都塞到你小小的脑袋里 我今天来见公主是因为 亚里斯蒂娜有些懵 来见我是因为什么 穆卡丽突然就说不出话了 有一种顾忌的感觉 直觉让自己不要在这里生气 穆卡丽刚想发火 突然灵光一闪 不如自己假装答应帮忙 然后再抓个现行 这样有了确凿的证据 公主有再好的口才也推脱不掉 于是穆卡丽又一屁股坐了下来 正如公主所说 我是来帮忙调查那个男人的 亚里斯蒂娜点点头 果然是这样啊 那就谢谢你了 穆卡丽笑眯眯地表示不用谢 其实内心已经乐开了花 毫不警惕你就等着吧 亚里斯蒂娜小小声开口 但是活动范围有限我该怎么办啊 总不能丢下侍女独自去宫外见她 穆卡丽被吓了一条 接着表示亚里斯蒂娜继续说 亚里斯蒂娜拿出了宾客的名单 侍女们把身份明细都告诉我了 但是我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对什么感兴趣这些我都不知道 穆卡丽惊讶地张大了嘴 到底为什么会好奇这些啊 亚里斯蒂娜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因为我是想勾引她呀 穆卡丽听到她的这番话 一下子没坐稳 直接就摔倒在了地上 公主也太直接了吧 她都不掩饰一下吗 这个公主太嚣张了 被送到敌国联姻 她却直接说要勾引别的男人 此时的穆卡丽愣住了 为什么自己的心情会这么低落呢 应该感觉到很痛快才对啊 穆卡丽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公主怎么能对我们主君这样呢 看来迪尔娜说的没错 亚里斯蒂娜安慰了一下穆卡丽 那个男人和塔尔坦 有着不同的技术和体谋 穆卡丽更加生气了 公主是在说主君的身体有问题吗 自己真是听不下去了 看着穆卡丽的样子 亚里斯蒂娜也十分疑惑 她怎么一直在动摇啊 看来她认为塔尔坦 是世界上最强的人吧 于是亚里斯蒂娜竖起了大拇指 我也认为塔尔坦 是一个在肉体上 也毫不逊色的伙伴呢 话音刚落 吓得穆卡丽嘴巴都合不上了 穆卡丽待在了原地 他们连婚礼都没完成啊 进展也太快了吧 故事里的拇指公主那么小 就要吃七顿饭 哪有下手的地方啊 亚里斯蒂娜还在接着说 那个男人是铁匠 而塔尔坦是战士 所以能力确实比塔尔坦强 穆卡丽不明白他的意思 亚里斯蒂娜接着表示 自己需要出色的铁匠 本来亚里斯蒂娜是不打算说这个的 但穆卡丽是塔尔坦派来的人 所以也要知道一些情报 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 爱鲁哥的冶炼术和冶金术 那伟大的技术 是爱鲁哥与魔兽战斗的历史和证据 穆卡丽本以为 希尔瓦的公主不会知道这些 没想到他居然知道 亚里斯蒂娜笑了笑 我还听说爱鲁哥的剑 可以下劈开魔兽的外壳 一聊起这个穆卡丽马上来了兴趣 何止是外壳 连里面的骨头也能砍断 亚里斯蒂娜也夸赞到很厉害 其实希尔瓦人也很喜欢爱鲁哥的剑 只是不想承认而已 穆卡丽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是在做什么呀 不是要抓住公主的证据吗 他开心地转过身去 自己要假意跟公主出好关系 到时候就可以抓个现行了 这时亚里斯蒂娜看到了他背后的剑 穆卡丽将军的剑也是那种名剑吧 听到他的话 穆卡丽马上就把自己的剑给亮了出来 林立的剑锋 直接就把亚里斯蒂娜的头发吹乱了 穆卡丽再一次呆住了 自己就算被指责是野蛮人 也无可反驳了 这个男人脸上有着可怖的伤疤 见到他的人都十分害怕 然而公主却不在意这个 让他坚硬的心也忍不住动摇了 就在刚刚 穆卡丽本想秀一下自己的爱剑 剑锋却把亚里斯蒂娜的头发都给吹乱了 穆卡丽只觉得自己要完蛋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听到公主说剑的事情 自己就忍不住兴奋了起来 但现在不管是谁看到这个样子 都会认为穆卡丽是个刁难公主的恶棍吧 穆卡丽有些慌乱 自己一开始就是奔着教训公主的目的来的 但是这次真的不是这样 穆卡丽脸有些微红 直直无无地说不出话 亚里斯蒂娜低下了头也没有开口 穆卡丽失落地放下了剑 她只是想介绍自己的爱剑而已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以后也不会再和公主一起讨论剑了吧 然而亚里斯蒂娜则是撩了撩头发 接着便认真地看着剑夸赞起来 真的好漂亮啊 就像镜子一样了 亚里斯蒂娜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表示自己真的很荣幸 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这么大的剑 穆卡丽愣住了 公主这是什么意思 竟然没有生气吗 穆卡丽捂着脸陷入了沉思 自己在与希尔瓦的战争中 她十分恶心 但穆卡丽从来没感到羞愧和羞耻 因为这个伤疤代表 她取得了激烈战斗的胜利 不过别人的厌恶 她并没有办法改变 甚至在迪尔那习惯之前 见到她的样子也会下一大条 所以穆卡丽习惯了孤僻 她本以为这个小小的公主 看到她时马上就会害怕 可是从开始到现在 从公主的眼睛里 找不到一丝恐惧和厌恶 就只是单纯地问自己问题而已 亚里斯蒂娜的声音 拉回了穆卡丽的思绪 见要怎么样才能管理生锈呢 穆卡丽看着亚里斯蒂娜的眼睛 心里有些动容 公主对她只有好奇 并不关注别的事情 伤疤什么的并不重要 帝国凶民在外的大将军 在她面前却毫无架子 还邀请她去自己家里做客 此时的穆卡丽心里想了很多事情 她自嘲一笑 自以为很了解公主内心一样的 不过身为希尔瓦的公主 就算知道了管理生锈的办法也没什么用 但是穆卡丽还是想告诉她 穆卡丽丹西跪在了地上 指着剑缓缓开口 要每天早晚护理两次才可以 费了很多功夫呢 因为是值得的家伙 亚里斯蒂娜提出了一个小小要求 自己能不能摸一下 然而却被穆卡丽拒绝了 剑太锋利了 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划破你的皮肤 穆卡丽还在叙叙叨叨地说着剑的事情 亚里斯蒂娜也很开心 说到感兴趣的事情 穆卡丽的话都多了起来 而亚里斯蒂娜也了解到了新的事物 以前的自己只能从帝王眼中去看 但现在的自己可以听到摸到 真的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穆卡丽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自己的剑 亚里斯蒂娜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突然叫了一声 军人的警惕让穆卡丽马上举起剑 做好了防御的姿势 但是这附近并没有危险因素了 亚里斯蒂娜有些傲慢 茶都凉了呀 还想趁热喝来着 穆卡丽惊了 就只是因为这个吗 自己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她不解的询问 让侍女们再上一次查不就好了 亚里斯蒂娜点点头 虽然很遗憾 但是下一次塔尔坦来的时候就能尝到了 亚里斯蒂娜笑着转过头 因为穆卡丽将军说的事情太有趣了 所以我才忘记了 看着美丽的亚里斯蒂娜 穆卡丽的脸忍不住红了起来 她有些别扭地说道 那样的茶我家里也有 有空的话来我家怎么样 听到这句话亚里斯蒂娜两眼放光 连忙表示自己要去 对她来说这是绝佳的外出机会啊 穆卡丽还在安慰自己 这是为了近距离监视公主罢了 自己才没有想跟公主打好关系 亚里斯蒂娜觉得自己不能空手去 便决定带上好吃的斯康饼 穆卡丽却愣住了 斯康饼啊 怪不得最近殿下的命令这么奇怪 亚里斯蒂娜开心地笑着 完全不知道自己给穆卡丽 种下了一颗疑问的种子 时间过得很快 塔尔坦和亚里斯蒂娜的婚礼终于来临了 从敌国远道而来的落魄公主 梳妆打扮后成了爵士美女 举办婚礼的当天 大家都十分的紧张 每个人都尽力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到最完美 而亚里斯蒂娜也被打扮得像仙女一样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虽然觉得很夸张 但这确实是太美了 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打扮起来会这么漂亮 侍女们不停地夸赞着她 一旁的小城满是嘲讽 真是人靠衣上马靠安 而小红则是赶紧拍马屁 公主头上的宝石都是粉色钻石 莲花也是十分珍贵的 小红产妹的凑近亚里斯蒂娜 伴娘的角色就由我来担当 我是公主大人的侍女 然而塔尔坦的侍女却表示不用 伴娘的事情交给他们就好了 亚里斯蒂娜笑了笑 塔尔坦的侍女们都很有眼力见 察觉到了希尔瓦的侍女傲慢又敷衍 从那天穆卡利来之后 塔尔坦的侍女就开始包揽他们的业务了 不过亚里斯蒂娜还是有些担心 侍女笑着开口 公主大人即将成为我们的女主人 您知道吗 在过去我们就总是被不安所困扰 与希尔瓦的战争越长 塔尔坦不在艾鲁哥的日子就越长 魔兽就会经常偷袭 艾鲁哥的人民们都在担惊受怕 所以对我们来说 公主殿下是和平的象征 也是希望的象征 听完侍女的话 亚里斯蒂娜深受触动 她刚要走上马车前往婚礼现场 就看到了希尔瓦的骑士挡在门前 骑士看着她露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 之前的时候没发现 这么一打扮我们的公主大人也很漂亮了 骑士得意洋洋地继续说 那个发型是模仿二公主做的吧 我很了解这些的 亚里斯蒂娜对她十分的无语 骑士还在自顾自地开口 我来护送你吧 快把手放我手上 然而亚里斯蒂娜直接就掠过了她 真是不屑一顾 骑士只觉得连火辣辣的 你这个无礼的家伙 能被我这样高贵的骑士喜欢 你不应该要懂得感谢吗 不受宠的公主被送去敌国和亲 她却凭着自己的魄力 让敌国皇室刮目相看 还要和权力最大的王子举行婚礼 此时的亚里斯蒂娜正坐在马车上 对于刚刚的骑士 亚里斯蒂娜很无语 手底下的侍卫都被塔尔坦打成那样了 怎么还没有清醒过来呢 婚礼结束后大部分使节团都会回去 但那几个护卫骑士还是会留下来 到现在为止亚里斯蒂娜的行迹 都会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如果被她知道没有嘲讽爱鲁哥 没有按她计划行事的话就麻烦了 所以得赶紧处理掉骑士们 礼堂 外面嘻嘻嚷嚷的全是记者 大家对这场婚礼十分关注 只听令于塔尔坦的三名将军也登场了 分别是有着钢铁般态度的穆卡利 无敌智慧的头脑扎卡伦 和守护帝国的圣剑杜兰特 这是只听令于塔尔坦的三大将军 果然人气都很高 不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的迪尔纳 却突然不见了 贵族小姐罗朗还在好奇这是怎么回事 迪尔纳就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迪尔纳今天打扮得也十分精致 她笑着打了个招呼 罗朗和迪欧夸赞起来 迪尔纳大人今天太美了 是不是会比公主还要漂亮啊 这番话大大满足了迪尔纳的虚荣心 但她还是假装称怪的说 这样的话不适合出现在婚礼上 公主大人比实际上看到的还要美丽动人 两人知道自己失言了连忙转移话题 您不去塔尔坦殿下那里也没关系吗 迪尔纳突然支支吾吾的开口 我要去拜访公主大人 这可把两位贵族小姐吓了一跳 这是为什么 迪尔纳接着说道 公主来到陌生的土地上 心里应该很孤独和不安 在同龄的女性中比较熟的也只有我 罗朗和迪欧十分担心 他们认为是公主故意传召迪尔纳的 因为知道了迪尔纳和塔尔坦的关系 塔尔坦王子从来不缺女孩子喜欢 但他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完美女人 那就是迪尔纳 虽然他们互相喜欢 但却不能有结果 罗朗非常的无语 公主大人竟敢在婚礼当天叫迪尔纳大人过去 这也太过分了吧 婚礼当天 丈夫的爱慕者绿茶女上门挑衅 亚里斯蒂娜该如何回击 就在刚刚 两位贵族小姐得知迪尔纳要去找亚里斯蒂娜 他们纷纷给迪尔纳加油打气 让迪尔纳千万不能认输 迪尔纳知道他们会错了一 但也没解释什么就离开了 来到了新娘休息室 迪尔纳呆住了 从小她就经常幻想 自己能坐在这扇门对面的座位上 但亡命就是亡命 她无法违抗 迪尔纳进门之后 看到坐着的亚里斯蒂娜直接大吃一惊 真的是美得不可放我啊 看着亚里斯蒂娜疑惑的表情 迪尔纳连忙介绍了一下自己 亚里斯蒂娜点了点头 表示之前见过她 不过她怎么会来这里 迪尔纳咬牙切齿地低下了头 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情 公主比之前更漂亮了 迪尔纳使劲地掐了掐自己 让自己管理好表情 自己一直以来面对着塔尔潭的冷漠 心即使裂开了 嘴上也会保持着微笑 而且塔尔潭也说了她的心不会变 迪尔纳仰起了嘴角 再次抬起头表情已经变得落落大方 我来是为了祝贺两位殿下大婚的 迪尔纳的泪水已经模糊了眼眶 两位真的很般配 亚里斯蒂娜平静地说了一句谢谢 迪尔纳十分生气 反应就只有这些吗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呢 迪尔纳接着开口 我和塔尔潭殿下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很好 塔尔潭一直都很照顾我 而且只要我到皇宫里王妃也会很疼爱我 迪尔纳泪眼汪汪 塔尔潭殿下因为性格冷酷 周围的女人也只有我一个 请理解一下她 迪尔纳说了这么多 言外之意就是自己对塔尔潭是特别的 他们俩只是因为亡命不能在一起而已 然而亚里斯蒂娜只觉得很无趣 听别人炫耀自己的男朋友 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感兴趣 亚里斯蒂娜在意的指示 迪尔纳是否能作为谈判时的筹码 迪尔纳还在自顾自地说着 您突然插进来 就像是义务一样 我真没想到公主会和塔尔潭殿下结婚 接着迪尔纳马上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本来男女结婚是因为相爱 但这次是为了和平 所以要圆满的结束 亚里斯蒂娜明白迪尔纳的意思 不就是说塔尔潭爱的是迪尔纳吗 她微微一笑 谢谢 就像你说的我会过上圆满的婚姻生活 亚里斯蒂娜从容地表示 我也认为这场婚姻是为了世界和平的结合 迪尔纳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表情了 这个女人真让人抓狂 大婚当天 丈夫的青梅竹马跑到面前挑衅 亚里斯蒂娜直接完美地反击 就在刚刚 杜兰特从其他贵族小姐嘴里听到了 迪尔纳去了亚里斯蒂娜宫里的事情 她莫名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接着便表示自己要离开一回 另一边 迪尔纳气得颤抖 这个女人真是让人抓狂啊 塔尔潭命中注定的是我才对 是我陪着她度过最艰难的时期 哥哥的去世也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 可是这该死的公主却破坏了他们 迪尔纳恨极了亚里斯蒂娜 因为她和塔尔潭的婚礼是受到世界关注的 是为了和平的 接着迪尔纳露出了一个微笑 自己绝对不会让亚里斯蒂娜得手的 亚里斯蒂娜并不知道迪尔纳想了这么多 她只是单纯地觉得社交生活太难了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迪尔纳紧咬着牙关 是女这么快就来了吗 自己还没来得及好好羞辱公主呢 然而门一打开 来的居然是杜兰特 杜兰特朝亚里斯蒂娜行了个标准的王室礼法 亚里斯蒂娜点点头 表示这里并没有什么问题 杜兰特突然开口 迪尔纳为什么在这里 迪尔纳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话 亚里斯蒂娜替她开口了 迪尔纳是来祝贺我结婚的 迪尔纳连忙点头 我希望两位殿下能顺利结婚 亚里斯蒂娜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不过别的话也说了很多呢 杜兰特表示自己很好奇 迪尔纳到底说了什么呢 亚里斯蒂娜的目的答道 迪尔纳不是喜欢炫耀吗 那就让大家都知道吧 亚里斯蒂娜无辜的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 就只是来说塔尔坦和她是非常亲密的关系 还说塔尔坦的母妃很疼爱自己 杜兰特脸都黑了 这就是来祝贺殿下结婚吗 迪尔纳还想要解释 杜兰特冷漠的看向迪尔纳 迪尔纳吓得脸都白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亚里斯蒂娜也不想闹得太苦 便表示自己没有关系 然而杜兰特听到她的话 被发现一涂后就开始装可怜 就在刚刚 听到亚里斯蒂娜说没关系 杜兰特反而更加生气了 她再次询问真的没关系吗 亚里斯蒂娜点点头 我真的没事 接着杜兰特行了个礼便打算离开 经过迪尔纳是一个眼神都没给她 走到门口杜兰特突然停了下来 恭喜您结婚 亚里斯蒂娜笑得十分灿烂 这是我收到的第二个祝贺呢 杜兰特摇摇头 我是第一个 看到杜兰特离开 迪尔纳意识到糟了 这是她第一次看杜兰特这么生气 于是连忙就追了上去 她伸手抓住了杜兰特的披风 拜托了哥哥 请听我说 两人来到了一个人少的地方 迪尔纳就开始解释着 表示自己只是希望公主能和塔尔坦好好相处 也是在说殿下喜好的时候 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但是没想到公主殿下会那样想 杜兰特冷漠地打断了她的话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一个人的真诚不是言语而是行动 不用跟我解释了 因为我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也知道你是怎么看塔尔坦殿下的 迪尔纳握紧了拳头 心里气死了 如果你早就知道 那就更应该站在我这边了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杜兰特对她很无语 刚想说些什么 穆卡丽就过来了 你对迪尔纳做了什么 一看到穆卡丽过来 迪尔纳马上就扑进了她的怀里 小声地戳气着 穆卡丽大喊 虽然我不知道前因后果 但肯定是你的错 杜兰特觉得这两人真是不可理喻 她对着迪尔纳开口 记住我说的话 不管你对公主做什么 只要影响了主君的心情 你也知道我会怎么做 说完这句话 杜兰特就大步离开了 穆卡丽愣在了原地 迪尔纳不停哭诉着 杜兰特哥哥真的太过分了 我还以为她就像亲哥哥一样 也不知道公主对她说了什么 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提到亚里斯蒂娜 穆卡丽有些惊讶 刚刚杜兰特也说了公主 早知道是有关于公主的事情 就听听看了 画面一转 结婚典礼开始了 高贵优雅的亚里斯蒂娜缓入场 塔尔潭已经在前方等待着了 亚里斯蒂娜看着塔尔潭的表情有些惊讶 是因为灯光吗 虽然只是一刹那 但每时每刻都冷静而透彻的眼神 都显得有些动摇了 这个女人是帝国最不受宠的公主 被送往了帝国联姻 却获得了所有人的喜爱 此时的婚礼现场 神官正在为亚里斯蒂娜和塔尔潭祝福着 宾客们都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两个实在是太相配了 迪尔纳跟公主殿下根本没有可比性啊 祝福仪式结束之后 神官表示他们要来一个宣誓之吻 两人直接就愣着了 亚里斯蒂娜看向塔尔潭 觉得他应该很紧张 但宣誓之吻是婚礼上的基本流程 塔尔潭紧紧皱着眉头 并没有开口说话 亚里斯蒂娜也明白塔尔潭是个害羞的人 所以他主动去碰了碰塔尔潭的手 接着凑近了塔尔潭 没关系 只是身体的一部分碰到后又分开而已 亚里斯蒂娜拍了拍他的手 事宜让他勇敢起来 塔尔潭有些尴尬 你这么说是做过很多次吗 亚里斯蒂娜觉得很离谱 表示并没有 自己的意思是身体接触没什么大不了的 亚里斯蒂娜抓住了塔尔潭的手腕 就像这样 也和接吻没什么区别 下一秒 塔尔潭突然就亲了上去 完成了这个宣誓之吻 宾客们看到这一幕都沸腾了 狼才女貌真的好扬眼 一吻结束之后 亚里斯蒂娜发现皇后和公爵正一直盯着他们 眼里全是气氛 亚里斯蒂娜直接离开了婚礼现场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游行 感觉到了什么叫做人山人海 民众们对这场婚礼都十分开心 不停的赞扬着塔尔潭和亚里斯蒂娜 毕竟这是为了和平的 亚里斯蒂娜第一次参加这种公开的场合 不免觉得有些震撼 但看到大家这么开心 她也微笑着打招呼 亚里斯蒂娜转头一看 发现塔尔潭依旧是一副冷漠的样子 于是她便让塔尔潭也笑一个 不管怎么样 也要让别人觉得我们是感情好的夫妻啊 塔尔潭点点头 露出了一个帅气的笑容 亚里斯蒂娜看呆了 没想到塔尔潭笑起来这么帅气 接着两人就保持着灿烂的微笑 亚里斯蒂娜已经决定好了 只要塔尔潭坐上王位 自己就会马上离婚 然而就在这时 马车的轮子突然就坏了 新婚第一天就发生了意外 这可该怎么办 就在刚刚 亚里斯蒂娜正和塔尔潭进行游行 马车突然就出了问题 马儿们也兴奋起来 跑得越来越快 马夫根本拉不住他们 马车衔接处也被撞坏了 亚里斯蒂娜紧闭着双眼 疼痛他已经习惯了 因为习惯了忍脉 然而下一秒 塔尔潭在身后抱住了他 他把亚里斯蒂娜搂在自己的怀里 拿起剑直接把马车和马儿分开了 塔尔潭是习武之人 所以这点对他来说是小事情 塔尔潭直接用脚制住了狂奔的马车 小心翼翼地把亚里斯蒂娜 从侧翻的马车上抱了下来 亚里斯蒂娜愣了 没想到塔尔潭居然这么强 虽然现在没人伤亡 不过还是出大事了 婚礼游行被中断了 亚里斯蒂娜着急的开口 得赶紧让管理员把新的马车带过来 塔尔潭很不理解 你都快死了 那个不重要吧 亚里斯蒂娜很担心 因为这是象征和平的婚姻啊 这样会产生不好的言论 皇后一派也会推不住栏的 会用这种方式去嘲笑你 塔尔潭表示马车不会再来了 皇后肯定会想办法阻止的 就算来也是辆破旧的马车 这时民众们也有些失落 本以为会很盛大来着 我想实现人们的希望和期待 他用亮晶晶的眼神看向塔尔潭 可以吗 塔尔潭笑了笑 接着就吹响了口哨 只一瞬间 一头像魔兽的黑马就跑过来 亚里斯蒂娜愣住了 这个是塔尔潭的战马吧 塔尔潭点了点头 亚里斯蒂娜马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艾鲁哥人认为仅次于见的就是战马 所以作为仪式用已经很足够了 塔尔潭帅气地把亚里斯蒂娜抱上马 接着就坐在了亚里斯蒂娜的身后 民众们再次兴奋起来 他们开心地欢呼着 还有人自告奋勇要收拾地面上的狼藉 一旁的小女孩笑了起来 你看 是其黑马的王子和美丽的精灵公主 这个女人贵为一国皇后 却心胸十分狭隘 还想方设法打乱皇子的婚礼 此时的皇后看到手中的报纸 整个人气得都变了形状 报纸上全在夸赞着塔尔潭和亚里斯蒂娜 皇后愤怒地把报纸撕掉 这也叫报道吗 那该死的婚礼有什么了不起啊 竟然还让他们完成了婚礼游行 本来皇后已经准备好了借口拖延 现在一切全都白费了 不仅如此 皇后还被皇帝尼夫泰尔责怪了 说她这个皇后做得不称职 最近宫中出现了很多闪失 言外之意就是会取代她的位置 公爵看到皇后这副样子缓缓开口 塔尔塔的人气在民众里飙伤 贵族们也对她很感兴趣 直到跟公主联姻为止都没人动摇 但塔尔塔到现在都没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这就有点棘手了呀 皇后怒吼道都怪那个公主 她来了之后塔尔塔就变了 就在这时 叶尼卡急匆匆地过来了 快点看看这篇报道 是刚刚出来的重磅消息 塔尔塔殿下和王妃在新婚之夜把床弄坏了 公爵和皇后两人看到后 都是花在了原地 这到底是什么呀 这还要从新婚之夜说起 亚里斯蒂娜沐浴完之后 发现自己被侍女们精心打扮了一番 接着侍女还拿出了一件暴露的蕾丝睡衣 这可把亚里斯蒂娜吓坏了 这种东西真的能穿吗 侍女们表示非常好看 只要穿上就能牢牢地抓住塔尔坦殿下 亚里斯蒂娜微微一笑 还真是专业啊 不过给我舒服的睡衣就好了 另一边 塔尔坦心里十分烦躁 毕竟这是新婚之夜 她忍不住想起了亚里斯蒂娜 那个女人真是让人心烦意乱啊 和她在一起真是越来越难做自己了 本以为自己的心都给了那个孩子 下一秒 亚里斯蒂娜的声音传来 我们一起回新房吧 塔尔坦的脸马上爆红 她想到了亚里斯蒂娜穿着性感睡衣的样子 不过回头一看 却发现她只是穿着普通的睡衣 塔尔坦松了一口气 两人回到房间 才刚打开门一股金光就照过来 把两人都给吓愣了 这两人是契约婚姻 婚礼结束之后 面对新婚夜他们该怎么办 就在刚刚 亚里斯蒂娜和塔尔坦一推开门 就看到了一张闪闪发光的大床 上面还洒满了花瓣 塔尔坦无语了 真是让人感到疯狂的心房啊 尤其是那张床 旁边的亚里斯蒂娜突然做出了冲刺姿势 然后快速地把鞋子甩掉 猛地扑到了床上 她躺在柔软的床上十分满足 世间居然有这样的感觉 真是太美好了 亚里斯蒂娜看了看旁边 好像有点小啊 跟塔尔坦一起睡的话会很紧 于是她便对着塔尔坦开口 你睡地上吧 我之前就说过了我喜欢柔软的东西 塔尔坦这才明白 原来之前她是这个意思啊 看着亚里斯蒂娜什么想法都没有 塔尔坦感觉连火辣辣的 自己都想象了什么呀 到底要怎么度过新婚之夜 塔尔坦开口询问 你很喜欢这床吗 亚里斯蒂娜低下了头 她回想起了自己被幽静的时候 自己很想洗干净后 能够躺在柔软的床上睡觉 塔尔坦沉默了 接着便坐在了床檐上 一般情况是不会让丈夫睡在地上的 而且还是新婚之夜 看着塔尔坦凄凉的背影 亚里斯蒂娜突然觉得她很可怜 于是便对塔尔坦伸出了手 那就没办法了 我们牵着手睡吧 塔尔坦一脸一问 这是要干嘛 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亚里斯蒂娜直白地询问 你是想和我度过新婚之夜吗 塔尔坦马上大声否认 这怎么可能啊 亚里斯蒂娜露出了一个微笑 我也不想 所以就放心吧 知道亚里斯蒂娜要跟自己划清界限 塔尔坦却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在政治联姻中最重要的就是孩子 但孩子之类的事情可以以后再考虑 亚里斯蒂娜淡淡开口 我有信心让你没有孩子也能成为国王 她闭上了眼睛 因为自己有帝王眼 所以必须要保持真洁 接着便好奇地看向塔尔坦 你不是也有一个心仪的女人吗 这对新婚夫妻真是太奇葩了 妻子居然在新婚之夜 提起丈夫心仪的女人 就在刚刚 亚里斯蒂娜询问她是不是有心仪的女人 塔尔坦有些惊讶 她是怎么知道的 亚里斯蒂娜想起了挑衅的迪尔娜 笑着表示看了就知道 不过自己能理解 塔尔坦低下了头 没错 那个孩子是我心仪的人 亚里斯蒂娜一副我就知道的样子 爱鲁哥的国王不是一夫一妻制 亚里斯蒂娜露出了一个笑容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我可以把皇后的位置让给别人 你难道不想喜欢的人成为皇后吗 听到这番话 塔尔坦十分不爽 那我还真是期待呢 接着两人便躺了下来 亚里斯蒂娜说出了最重要的事情 在外人眼里 他们必须要像度过了一夜才行 要不要弄点血 塔尔坦表示不需要 爱鲁哥并不执着于新娘的真洁 亚里斯蒂娜好奇地询问 你和你女朋友有没有弄坏过床 塔尔坦立马坐了起来 他在说什么呀 然后连马上爆红 我和谁都没有过 亚里斯蒂娜觉得确实很意外 其实不弄坏也正常 希望塔尔坦不要太受伤了 塔尔坦无语了 我为什么会受伤呢 亚里斯蒂娜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好像触动了男人的自尊心 于是他便开始称赞塔尔坦 我们塔尔坦肯定能弄坏床的 简直就是床上的帝王 我会赚很多钱给你吃好的东西 来增强你的体力的 塔尔坦说不出话了 再度躺在了床上 他闷声开口 从来没有弄坏过床 但可以弄坏 亚里斯蒂娜还以为他是强撑 于是赶紧安慰着他 当然可以 看到亚里斯蒂娜这样 塔尔坦实在忍不了了 他直接把亚里斯蒂娜压在了身下 两人离得非常近 亚里斯蒂娜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 紧接着塔尔坦一拳往床上砸去 床直接就从中间裂成了两半 新婚之夜把床弄坏 居然是因为这个 就在刚刚 塔尔坦一拳把床给打裂了 亚里斯蒂娜直接就大叫起来 把床弄坏了要去哪里睡觉啊 两个人吵吵闹闹的 反正床都弄坏了 还是弄出一点声响偏偏外面的人吧 毕竟夫妻感情好有利于全市 一会后亚里斯蒂娜就愁了起来 本来还想睡在同一张床上的 塔尔坦突然发现床架裂开了 床垫还是好好的 于是便把床垫铺在了地上 让亚里斯蒂娜先睡在这 自己睡地上就可以了 亚里斯蒂娜有些不忍 她朝塔尔坦伸出了手 不用担心 我们说好手牵手睡觉的 塔尔坦好奇地开口 刚刚那些话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亚里斯蒂娜表现得很无所谓 大家不都是说着这种台词度过一夜的吗 塔尔坦露出了一个苦笑 真是个奇怪的女人啊 接着两人便手牵手也躺在了床垫上 这是亚里斯蒂娜第一次和别人睡在一起 忙碌了一天睡意也突然起来 很快两人就都睡着了 亚里斯蒂娜觉得心情很好 就像是沐浴着阳光一样 还梦到了一棵棵长满面包的大树 都是自己之前从来没见过的 亚里斯蒂娜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看着就很好吃啊 这时她回头看到了一个软乎乎的白面包 和以往吃过的又黑又硬的面包不一样 这个面包肯定好吃手感又好 于是亚里斯蒂娜直接就上手揉捏起来 亚里斯蒂娜两眼发光 手感真的很棒 还有着热腾腾的香味 难怪自己要流口水了 然而面包这时却逃跑了 亚里斯蒂娜赶紧把它给抓了回来 第二天亚里斯蒂娜从床上醒来 虽然有点难过 但这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梦 她转头看向塔尔坦时 却发现塔尔坦脸红的跟苹果一样 好像是谁把她欺负了 胸肌上还有几个牙印 看到这一幕 亚里斯蒂娜直接就愣在了原地 仔细看 这个男人脸红的像苹果一样 正一脸埋怨地看着新婚妻子 亚里斯蒂娜愣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她刚想凑近塔尔坦 塔尔坦就躲得远远的 接着便支支吾吾地开口 不是说只牵着手睡觉吗 亚里斯蒂娜这才明白 原来是自己在睡梦中撒手了呀 塔尔坦无语了 这人是假装不知道 还是真的不知道 她大吼起来 你说的牵着手睡觉 结果却整晚都在揉着我的胸口 亚里斯蒂娜不相信她说的话 这也太不像话了 塔尔坦指了指自己胸上的牙印 那这是什么 亚里斯蒂娜直接就呆住了 瞳孔也开始地震 塔尔坦就像一个怨妇一样 牵着手睡觉什么的 果然都是不可信的 亚里斯蒂娜连忙道歉 我只是做了个梦 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画面一转 两个侍女正在讨论着今天的事情 听说塔尔坦殿下连会议都没参加呢 我一进去卧室就发现床 两位也太恩爱了 记者们也过去了呢 此时的亚里斯蒂娜已经来到了餐厅 侍女们上了非常多的财 说要给她补补 想要跟上塔尔坦殿下的体力 就得多吃一点 殿下也真是太过分了 居然把床都给弄坏了 亚里斯蒂娜汗言了 是在称赞她还是嘲笑呢 亚里斯蒂娜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迪尔纳 因为无意中夺走了塔尔坦的真结 侍女们好奇地询问 感觉如何 亚里斯蒂娜又忍不住想起了面包的事情 于是评价说很柔软还很热 侍女们都惊讶地捂着嘴 就在这时 侍女小黄进来了 现在可不是用餐的时候啊 我们的骑士 爱鲁哥的侍女直接拦下了她 没想到希尔瓦的侍女这么不尊敬主人 我们不能忍受一个没有礼仪的侍女 接着侍女们便开始让小黄行礼 亚里斯蒂娜淡淡表示算了 我们的骑士怎么了 小黄激动地大喊 野蛮的爱鲁哥人闯祸 我们的骑士受了重伤 亚里斯蒂娜点了点头 所以是想让我去教训一下对方吗 我不是你们的保姆 小黄马上急了 是应该就那样啊 就算您结婚了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亚里斯蒂娜沉思着 这件事不容易处理 希尔瓦的骑士们单方面遭受到了暴行 如果稍有不慎 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外交问题 另一边 塔尔坦也收到了同样的消息 他没想到杜兰特会带头做出这样的事情 面对塔尔坦的问题 杜兰特低下了头没有回答 这个男人是最忠诚的骑士 却突然对别国骑士大打出手 这究竟是为何 此时的塔尔坦正询问着杜兰特 杜兰特很有眼力 见判断也很迅速 但他在意的东西只有一个 那就是主君塔尔坦 杜兰特低下头道歉 是自己让塔尔坦为难了 比起这个塔尔坦更想问为什么 在事发当晚 希尔瓦的骑士们都聚在休息室吃喝玩乐 甚至还玩起了赌博 没一个人去看守公主的房间 骑士团长喝得醉醺醺的 接着便想起了亚里斯蒂娜忽略她的事情 不由地气恼了起来 一旁的骑士们讨论着公主是不是很漂亮 就应该在来的路上好好引诱一下的 团长突然开口了 这样的美貌给了野蛮人真是可惜 现在那个野蛮人一定很兴奋 如果享受的是我们就好了 杜兰特来到门口就听到了这样的话 休息室里的团长还在说着乌言慧语 如果是像我这样优秀的骑士疼她 那她整晚都会开心死了 其他的骑士也附和道 那个女人应该很后悔拒绝了团长吧 门外的杜兰特再也忍不了了 直接推门进来 穆卡丽上去就给了团长一拳 她愤怒到了极点 耳朵要烂掉了呀 这种家伙居然是骑士 接着便掏出刀狠狠收拾了他们 扎卡伦有些无奈 穆卡丽又闯祸了 骑士们也抗议起来 现在不停下的话我们会追究这件事 扎卡伦把书丢到了骑士的头上 冷漠地看着他们 给我安静点 最后想要阻止穆卡丽的扎卡伦也加入了进去 善后工作成了杜兰特的分内之士 塔尔坦了解了莱龙去脉之后 也觉得干得好 并说千万不能放过他们 杜兰特微微一笑 殿下您可以放心 善后处理得非常完美 另一边 亚里斯蒂娜正在用着餐 小黄十分不满 骑士们都受伤了您还要用餐吗 亚里斯蒂娜一点疑惑 不能用餐吗 小黄觉得很难一起吃 这不是普通的受伤 希尔瓦的骑士们全都成为了烟人 这是我见过最可恶的骑士 在黄女结婚当晚说黄女的坏话 被其他骑士给打成了烟人 此时的骑士团长从医院醒来后 还不明白是发生了什么 怎么下半身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医生流出了冷汗 总而言之就是不太好的地方牺牲了 先生以后不能要孩子了 团长还是不敢相信 你的意思是说我成烟人了吗 一旁的骑士们也哀嚎起来 不要啊 这也太不像话了 医生只能安慰他们冷静一些 不然牺牲的地方可能会更多 就在这时 亚里斯蒂娜过来了 我听说你们受了重伤 团长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黄女我就知道你会来 请替我们申冤啊 亚里斯蒂娜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激动 忠诚的骑士们都受伤了 我怎么能不来呢 然而亚里斯蒂娜可不是单纯地来慰问 毕竟当初他们是怎么对自己的 自己可不会忘记 团长还在不停诉苦 都怪那些野蛮人 亚里斯蒂娜假装惊讶 这应该不是单方面被欺负的意思吧 是不是实际见面后被单方面殴打了 团长感觉脸火辣辣的疼 亚里斯蒂娜还在继续输出 艾鲁哥的骑士没理由攻击我的骑士吧 如果你没有对我说任何粗鲁的话 艾鲁哥人绝对不会攻击你 难道不是吗 团长马上慌了起来 侮辱皇室是重罪 他们之所以能够以下犯上 是因为有皇帝的指示 然而叛徒也随之出来了 如果他们的罪行被公开 回到西尔瓦也会受到指责 于是骑士团长只能表示自己没有受到攻击 只是他们去围剿魔兽 然后伤到了不好的地方 这一切竟在亚里斯蒂娜的掌握之中 只是稍微试探一下 他们就这样顺溜溜的放下尾巴了 他想起昨晚骑士们说的乌言会语 就觉得无比恶心 亚里斯蒂娜拿出了几张纸 我会写一封回信 说你们光荣地与魔兽战斗负伤归来 你同意吗 事到如今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把文件写好之后 亚里斯蒂娜让大家都签了名 艾鲁哥的罪行被排除在外 也断了西尔瓦抗议的理由 亚里斯蒂娜忍不住笑出了声 接着便让是你们发一下自己的礼物 团长拿到礼物一看 发现居然是一个鸡蛋 亚里斯蒂娜拿勺子把鸡蛋敲碎 脸色阴沉下来 鸡蛋可以说是最完美的食物了 对受伤的地方也很好 多吃点吧 团长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命根子没了 他哭着大喊 你给了我这么大的耻辱 难道觉得自己还能安然无恙吗 紧接着就直接朝着亚里斯蒂娜扑了过去 这是我见过最大胆的侍卫 不仅敢对黄女出言不逊 还想出手攻击黄女 就在刚刚 骑士团长朝着亚里斯蒂娜冲了过去 表示自己不会放过她 就当侍女都很着急的时候 一脸怒气的塔尔糖赶来了 团长看到后马上收回了手 开始吃起了鸡蛋 鸡蛋好好吃啊 亚里斯蒂娜没想到她突然就转向了 转头一看却发现没有人 亚里斯蒂娜走出了门口 塔尔糖已经悄悄躲了起来 杜兰特他们也躲在了树上 塔尔糖凹了个造型帅气的回头 亚里斯蒂娜询问她怎么过来了 是因为战事的事情吗 塔尔糖点点头 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吧 亚里斯蒂娜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我边走边给你解释吧 骑士们看到两人这么亲密 都觉得十分般配 本来他们还担心王妃会觉得为难呢 刚刚一看发现真是起人忧天了 穆卡丽十分不爽 要不是殿下来了 那个家伙指不定会对王妃做什么呢 早知道我就多打几下了 杜兰特表示那些人是觉得自己可以随意使唤傀儡 王妃肯定被西尔瓦皇帝当成了隐形人 扎卡伦点点头 可能是因为涉及西尔瓦的力量吧 在西尔瓦的直系血统中 会诞生具有特殊能力的孩子 而那种力量是在五岁之前觉醒的 五岁之后不会显现出来 这是与需要训练的魔力完全不同来源的力量 其中巅峰一种只有在帝王身上才会出现 只有引发资质才能展现的特殊能力 与初代西尔瓦皇帝相同的能力 穆卡丽询问这是什么能力 扎卡伦自己也不知道 只知道是一种很宝贵的能力 不过王妃五岁就被幽禁了 所以应该是被判定为没有用处吧 另一边 亚里斯蒂娜把早上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还拿出了签好字的文件 不管怎么样 这样就不会引发外交问题了 不过塔尔坦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 夸赞了亚里斯蒂娜做得不错 塔尔坦结果只看了背面 却发现上面写着亚里斯蒂娜的各种资金用途 亚里斯蒂娜尴尬地表示 那是用于个人生意的资金 塔尔坦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做生意 自己有很多钱 亚里斯蒂娜很生气 做生意除了赚钱还有什么原因 不过话已至此 现在开始认真帮我做生意吧 就在这时 迪尔娜突然过来了 这个女人真是绝顶绿茶 人家新婚夫妻一起喝茶 她非要过来插一脚 此时的迪尔娜走了过来向塔尔坦问好 亚里斯蒂娜知道她为什么要过来了 现在爱鲁哥最大的话题 就是她和塔尔坦的结婚 马车事故也是热议话题 第二天床裂开了也登上了头版 亚里斯蒂娜知道迪尔娜一定很惊讶 反正自己该说的也说完了 要不就先离开给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吧 还没等亚里斯蒂娜离开 迪尔娜就笑着询问 公主殿下 我可以借用一下塔尔坦殿下吗 我有话要和她说 亚里斯蒂娜马上就不爽了 是在故意打断自己的话吗 虽然本来就想那样来着 她刚想转身离开 手就被塔尔坦拉住了 我和夫人还有话要说 迪尔娜低下头紧名嘴唇 恕我失礼了 接着便跟亚里斯蒂娜道了个歉 亚里斯蒂娜一脸懵 拒绝你的又不是我 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啊 塔尔坦皱紧了眉头 公主现在是我的王妃 以后你就称她为王妃 迪尔娜整个人都僵硬了 但还是喊了一句王妃殿下 亚里斯蒂娜点了点头 不明白这是什么气氛 难道这两人是吵架了吗 他们的事情自己可不想牵扯进来 于是亚里斯蒂娜便表示自己说完了 他们两个聊吧 迪尔娜马上开心地坐了下来 亚里斯蒂娜盯着面前的甜品 邀请着迪尔娜品尝 这里的甜点师实力真的很好 迪尔娜微微一笑 接着尝了一口甜点 这不是塔尔坦宫殿甜点师的手艺 是比以前更高级的味道 不喜欢甜食的塔尔坦 却雇了一个新的甜点师嘛 亚里斯蒂娜还想继续邀请她品尝 却发现迪尔娜的脸色不太好 只能抱歉地开口 让她不用再吃了 迪尔娜认为这是一个陷阱 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理拒绝小姐的形象 她也装起了柔弱 我是不是打扰王妃的心情了 亚里斯蒂娜疑惑地凑进了迪尔娜 你不是肚子不舒服吗 所以我才没让你继续吃 你应该是肠胃有问题吧 上次在新娘休息室 你也很着急地跑去洗手间 迪尔娜大吃了一惊 难道现在是在说自己便秘吗 新婚夫妻约会之时 绿茶竟敢前来挑衅 还好被新娘反将一军 就在刚刚 亚里斯蒂娜话里话外 都在说迪尔娜肠胃不好 迪尔娜马上慌了 现在是在说自己便秘吗 亚里斯蒂娜装起了自责 都怪我没有招待好客人 这里都是不利于消化的事物 迪尔娜脸羞的通红 在塔尔坦的面前 自己一直都保持着完美女人的形象 她赶紧伸手去拿甜品 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吃 亚里斯蒂娜把甜品全都拿走了 很抱歉 但这都是为了你好 想要战胜疾病就得忍住想吃的东西 羞愧也只会让你病得更重 迪尔娜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 她连忙解释自己没有那种病症 亚里斯蒂娜还是不相信 迪尔娜彻底怒了 那么没有理解力 真的能扮演好王妃吗 不要因为误会而乱下定论 塔尔坦看到这一幕脸色马上变冷了 迪尔娜身体不停地颤抖起来 自己从来没有在塔尔坦面前大喊大叫我 但自己的形象该怎么办啊 她马上就转身离开了 塔尔坦也很无语 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亚里斯蒂娜却显得很无所谓 她之前也是那样的 看来因为疾病感到羞耻了 塔尔坦扬起了嘴角 没什么可羞耻的 亚里斯蒂娜好奇地开口 你不跟着她去吗 好像有什么话想对你说呢 塔尔坦思索了一回 穆卡丽一直在思索着 公主居然有那样的背景 那些骑士也超出了自己的认知 一个骑士怎么能对自己的主君那样呢 穆卡丽刚回头一看 就发现迪尔娜过来了 迪尔娜猛地扑进了穆卡丽的怀里 公主大人真是太过分了 故意在塔尔坦殿下面前侮辱我 穆卡丽有些不相信她的话 塔尔坦大人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了 王妃可能是传达错了自己的意思吧 应该是没有恶意的 迪尔娜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穆卡丽是对希尔瓦敌意最大的 为什么反应和之前不一样了 她马上装起了可怜 穆卡丽表示自己很相信主君 如果出了什么事当然会保护迪尔娜 什么都没说的话应该是王妃没有恶意 迪尔娜气得咬紧了牙关 但脸上还是露出了得体的微笑 果然穆卡丽哥哥是最忠诚的骑士啊 不过你也知道我只希望塔尔坦殿下幸福吧 那么还是放弃对王妃的调查吧 她有外遇的事情应该是误会了 穆卡丽握紧了拳头 你好像误会了我的话 那件事我会调查清楚的 如果王妃敢背叛主君绝对逃不过我的剑 这对男女契约结婚 没能完成新婚之夜 侍女们不停地出谋划策 此时的亚里斯蒂娜一直在听着侍女们的话 他们得到了一些情报 马上就表示要给亚里斯蒂娜做全套沐浴 亚里斯蒂娜马上开口 略过吧 自己简单地洗个脸就行 侍女们有些不愿意 塔尔坦殿下也在享受沐浴啊 亚里斯蒂娜知道他们在期待什么 但自己和塔尔坦只是契约情侣 她表示自己不需要服侍了 侍女们都不要进来 亚里斯蒂娜看向了水盆 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看看水面 如果能看到像上次骑士们那样有用的东西就好了 之前在帝王眼里看到的 都是没什么用的情报 比如突如其来的空气纪录片 还有茶杯里出现的蚂蚁 难道今天也是徒劳吗 亚里斯蒂娜忍不住想到了塔尔坦 每次看到她都觉得是一个神奇的搭档啊 虽然是变态 但有时也能看到作为王子的威严 当时拉着自己的手 让自己别走的时候好像在撒娇一样 亚里斯蒂娜回过神来的时候 帝王眼已经启动了 水盆里映出了画面 铁匠们不停殴着一个男人 并大骂她是一个耻辱 亚里斯蒂娜仔细看清了男人的脸 利伦特就是那个男人 在宴会厅看到的铁匠 利伦特站起来表示不要这样 大家都是同僚 铁匠们却不放过她 块头大有什么用 打都不会还手 于是便让人抓住了利伦特 打算狠狠地教训她 利伦特被绑着跪在了地上 男人接着开口 我对你的背叛感一见很大 只要师父喊你就跟着敬验会吗 男人拿起了一把刀 如果你不能自己离开 那我就帮你离开 利伦特马上慌了 你想做什么 男人举起刀 狠狠地砸到了利伦特的手上 亚里斯蒂娜最后看到的 就是利伦特一脸痛苦的表情 她本以为利伦特是在事故中失去了拇指 没想到这并不是意外 片刻后 亚里斯蒂娜享受的是你的按摩 询问玉兰花什么时候凋血 亚里斯蒂娜知道春天快到了 事件发生的时间肯定是今年 男人身后的那棵树应该是玉兰树 卡塔拉铁匠铺和利伦特等着吧 自己未来的员工一号 亚里斯蒂娜马上决定穿好衣服去找穆卡丽 她是不受宠爱的公主 被父亲嫁到了敌国联姻 如今直接变成了超王妃 此时的小红急匆匆地来到了亚里斯蒂娜面前 今天早上她偷听到了骑士和侍女的对话 骑士们打算回到西尔瓦 但是你们并不想他们回去 于是小红马上就告状了 他们真是个胆小鬼 公主要是要是能看看他们的表情就好了 小红越说越兴奋 甚至说出了社交界的八卦 亚里斯蒂娜很不耐烦 今天是自己要出门的日子 这是在干嘛呢 她直接开口询问 所以你找我做什么呢 小红有些慌了 我只是把最近的情况和您分享 亚里斯蒂娜闭了闭眼睛 接着便捏住了小红的下巴 我想要的是猎犬 即使是老到掉牙的狗也能在远处狂飞 没用的猎犬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 小红马上道歉 亚里斯蒂娜笑眯眯地说道 当然我也喜欢小狗 这时侍女拿来了准备好的东西 亚里斯蒂娜便打算出发了 两人来到了穆卡丽的豪华宅 这里是世世代代培养出将军的名门望族 亚里斯蒂娜没想到穆卡丽是个了不起的少爷 穆卡丽的侍女们听到王妃要来的消息十分激动 赶紧给穆卡丽打扮着 要多抹点发油才行啊 穆卡丽觉得很烦躁 自己答应了迪尔纳会调查清楚的 不过大家都兴奋地要死 不停在穆卡丽耳边叽叽喳喳 穆卡丽一定要查明那个男人的身份 为什么能讨王妃殿下欢心 想到这 穆卡丽马上表示不打扮了 自己是应该冷酷无情的平原战士 必须要沉着冷静地调查 万一王妃是清白的呢 看到亚里斯蒂娜和管家一起来到了宅邸 穆卡丽忍不住跑了过去 拇指公主 听到这个称呼大家都愣着 亚里斯蒂娜也一脸问号地站在原地 亚里斯蒂娜反应了过来 并给她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穆卡丽爵士太棒了 听说你为了我 打碎了希尔瓦骑士们的鸡蛋 这个女人是帝国的王妃 想去帮助一个男人 却被属下给误会了 此时的亚里斯蒂娜来到了穆卡丽的宅邸 并夸赞了她一番 穆卡丽有些尴尬 王妃误会了 并不是自己打碎了他们的鸡蛋 亚里斯蒂娜没想到她突然就说敬 便表示像平常一样就好了 穆卡丽行了个礼 茶室里的茶已经准备好了 我来带您去 亚里斯蒂娜很不习惯 这也是穆卡丽第一次遇到 不让说敬语的人 她扭扭捏捏地开口 虽然鸡蛋不是我打碎的 但是牙齿是我拔掉的 我是一个懂人意的人 来到茶室之后 亚里斯蒂娜觉得这个茶还不错 接着便让穆卡丽尝尝自己带来的丝糠饼 穆卡丽看着这些丝糠饼 想到了之前塔尔坦吩咐的事情 让自己去请擅长做丝糠饼的甜点食 原来是为了给亚里斯蒂娜制作呀 穆卡丽把饼干丢进嘴里 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 亚里斯蒂娜也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就说出了正事 你上次不是说过会帮我吗 我今天从宫里出来想顺便去见他 你愿意对塔尔坦隐瞒今天的事情 然后和我一起去吗 穆卡丽愣在了原地 接着马上就答应了 艾鲁哥处理火和铁的铁匠待遇最好 他们也具备着和贵族相同的影响力 与贵族家族不同 以学徒关系组成的他们支持着强大的塔尔坦 亚里斯蒂娜和穆卡丽来到了铁匠铺 一位铁匠马上过来迎接 亚里斯蒂娜四处环顾了一下 这里果然名不虚传 周围都是精心打造的武器 铁匠铺的老师给亚里斯蒂娜介绍了一下 墙上都是名人的作品 亚里斯蒂娜开口询问 这里有没有叫利特伦的人的作品 老师有些惊讶 王妃是怎么认识她的 她没有可以挂在那面墙上的作品 老师叹了口气 好像对利特伦很失望 亚里斯蒂娜觉得很奇怪 自己明明在帝王眼里看到了未来 她会成为最棒的铁匠 但铁匠铺的评价却恰恰相反 到底是怎么样发现她潜能的 是因为失去了拇指吗 穆卡丽突然指着墙壁开口 虽然没有作品 但是这里有牌子啊 老师这才想起来 这里本来是挂在利特伦做的匕首 她刚来铁匠铺就做出了如此完美的作品 简直不敢相信是一个新手做的 不知道是谁拿走了 亚里斯蒂娜询问匕首上是不是镶嵌了宝石 老师点点头 亚里斯蒂娜回想起了帝王眼里的一幕 这下糟了